因應氣候極端變化 公部門積極與在地的企業攜手防災 而今年汐止區公所特別與在地的企業合作 汐止區長陳建民帶領相關客室主管 前往位於巴連路的巡峰企業公司 進行企業防災合作備忘錄的簽署儀式 希望能夠透過民間力量的加入 加強未來防救災的工作 企業防災是這幾年是我們很重視的一個政策 我們今年很開心 那個我們汐止我們的在地企業 也算是我們台灣的國產電器之光 我們的巡峰企業 今年就是說來加入我們汐止 我們企業防災的行列 巡峰在汐止已經有三四十年了 那我們是屬於土生土長的在地企業 當然區公所如果說有需要我們協助的話 絕對百分百的支持 尤其對防災的需要更會全力以赴 這幾年陸續找在地企業投入防災行列 而今年找的巡峰企業主要是生產小家電 只見會議室裡擺放的都是他們的產品 從電風扇 電鍋等等 未來只要遇到災害時如果地方有需求 他們都願意提供協助 盡一份在地企業的責任 如果說萬一啦 不幸的時候有災害發生的話 那當然如果是夏天有夏天的產品 冬天有冬天的產品 夏天不是外戶就是碰到的就是吃 還有那個涼爽的部分就是有電扇的部分 主食的部分有電鍋啦 燉鍋啊什麼 這些都很需要還有電磁爐這都是很需要 我們一定會配合那個區公所裡面的需求 那回饋我們在地的鄉里 那在企業防災的部分呢 我們都會去針對以防災 這樣子一個核心的概念 來挑不一樣的這樣子一個產業 大家一起共同加入 那我們過去呢 我們108年是由汐止區農會來加入 那個我們汐止區的企業防災的行列 那109年是我們的復興大飯店 那今年就是我們的巡峰企業 雙方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 包括防災物資用品提供等等 身為在地企業取之於社會 也用之於社會 汐止區公所也期待 未來有更多的企業響應 讓公司部門資源整合 提升防救災的能量 就曾慧玲汐止採訪報導